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魏老师给大家讲故事 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 我国在抗战期间 那么国外有哪些国家是支持我国抗战的 主要总的来说有三个国家 第一个是德国 第二个是苏联 第三个是美国 为什么是这三个国家来支持我们呢 首先我在讲之前要说一个普世的价值观 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 没有一个长久的朋友 那么只有什么长久的利益 这三个国家支持我国抗战 是因为支持我国抗战 符合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知道了这个普世的价值观之后 那你就比较容易理解 他们为什么支持我国抗战 最难以让人理解的是德国 德国跟我们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他为什么支持我们抗战 而且要知道我国抗战的时候呢 放眼全球去看的话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话 德国 日本 意大利 这三个是轴心国家 他们三个是一伙的 那么我国抗战的时候 是打谁呢 打小日本 那么小日本又跟德国是一伙的 那正常来说的话 应该德国应该是要打我们 或者说敌视我们 那么德国为什么给我们帮忙 今天主要来首先说一下德国的为什么帮忙 首先来说德国缺什么 缺污矿 德国想要发动世界大战 他得有先进的武器 他要有先进的武器 他就得有什么先进的原材料 他想要有先进的原材料 那么他必须得求谁 求到中国 如果没有污 他就没有办法 几乎没有办法制作这种 很坚硬外壳的炮弹 尤其是穿甲弹 你不要说以为说 哎呀你没有穿甲弹 这个仗就不打了吗 你还真说对了 就是在军事工业体系中 如果你缺少某一方面的 这个 必须有的设备 那你在作战过程中的话 你的这个战斗力可能就损失了五分之一 所以说呢 你这些作战部门 或者作战的各种武器都得齐备 你才有发动世界大战的这种可能性 或者说在世界大战中取胜的这种把握 所以说呢 德国有求于我国的这个污矿 那么当时小日本已经进攻了哪 进攻了东北三省 战略了东三省 这个时候的小日本 德国意大利 由于他们共同的意识形态 他们签了一个协议 这时候还不是周星国 他们只是签了一个 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协议 叫做共同反共 反共国家体系 就他们几家都是共同反共的 所以说有这个体系的时候呢 因为国民党他不是共产党 那时候国民党也反共 当时的情况就是 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就对我共产党中央苏区进行围剿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 首先说意识形态方面 德国跟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 意识形态是一样的 都是反共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剩下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冲突的话 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德国 跟小日本意识形态一样 但是跟中国的意识形态也一样 那么小日本来打中国 那么德国这个时候是置身事外的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德国跟蒋介石方面做的这个生意是什么 蒋介石给德国提供我国的乌矿 还有我国的这个廉价的这种粮食 给德国跟德国换什么 换军事装备 军事装备主要有什么呢 就是德国的三大战 第一德国的大炮 第二是德国的这个机枪 第三是德国的什么呢 步枪 就是这三种 你要说是机枪的话 很显然是捷克式这个轻机枪 这个在我国民党36 87 8810 就是三个德鲜师里面用的最多 为什么 因为这种枪啊 它是最早是德国人设计的 但是呢 最早是捷克设计的 但是呢 它在德国生产 所以说为什么把捷克式轻机枪 叫成德谢装备呢 再还有一个呢 就是重机枪 这个重机枪是德国的马克庆机枪 大家都知道马克庆是撞圈 打的那种火力非常 暴风中雨般的这个马克庆重机枪 那么除了武器之外 德国还给蒋介石政府提供了什么 以德国前国防部长冯汉斯将军为首的 德国这种教官谈 来中国干什么 第一 培训蒋介石的军队 当教官 第二 来写一个培训纲领 就是说 国民党政府的这个军队啊 他不只是派教官 还得写一个培训大纲 第一年怎么培训 第二年怎么培训 那要第一年要达到什么 一个水平 第二年达到一个什么水平 就是当时德国对蒋介石这个部队的提升呢 确实呢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是德国 但是呢 为什么说后来德国呢 没有继续帮蒋介石了 那就是二战 进入了一个什么白热化的阶段 这个时候呢 德国啊 意大利小日本 签订了一个轴心国的这个协议 真正成了同盟之后呢 那个时候小日本就说了 德国你不能再帮蒋介石了 我在打蒋介石 你却卖武器给蒋介石 你是跟我 你没把我当同伙呀 你是跟我对着干啊 希特勒一听有道理 停止了对蒋介石的援助 停止了对蒋介石的援助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蒋介石抗战 他无非要找 每两个阵营 要么找社会主义阵营的谁 苏联 要么找资本主义阵营的 英法美 这个时候呢 英法自顾不暇 被德国打得很狼狈 法国都投降了 那么这个英国呢 干什么 英国也是被德国打得 基本唯空在这个英龙三岛上 英法自顾不暇 而且英法这时候呢 他奉行的政策是什么 随进政策 啥是随进政策 大家可以上网发问一下 随进政策就是说 我只管我自己 德国在哪欺负人 我管不了 这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时候 只有美国有能力援助蒋介石 而且呢 蒋介石的老婆 宋美林 蒋介石的大舅子 宋子文 他们是亲美 在美国上头有很多关系 但这时候 美国是说 我中立 我谁也不帮 德国打谁 小日本打谁 我管不了 为的是什么 那么有别于英法的随进政策 美国这个时候呢 他想发财 他中立的话 他可以两边给卖武器 发这个战争财 所以这个时候 在美国不管的情况下 那么蒋介石 求援的方向 只能是哪 苏联 但是蒋介石又跟苏联有仇 为什么这么说 早在松中山领导国民党的时候呢 那时候的苏联 跟松中山的国民党 关系非常好 为什么 那当时是国共合作嘛 由苏联 共产党 还有国民党 三家组成的这种联合的力量 去打共同的敌人 是北洋军阀 但是等蒋介石 把北洋军阀打败以后 蒋介石就认为 我在打北洋军阀的时候 我需要钱 苏联你给 我需要武器 苏联你给 但是我打败北洋军阀了 我自己可以在全国收税了 我有钱了 干也打赢了 蒋介石过河 柴桥就把苏联的这个 顾翁给赶走 开始封共 菩萨共产党员 那么这个时候呢 蒋介石就跟苏联的关系破裂了 破裂了 你这个时候 小日本打你了 你又想到谁了 又想到苏联帮忙了 那么大家猜一下 苏联帮还是不帮 帮 苏联又来帮蒋介石 为什么很多人说是 苏联既吃不既打呢 那就再往回倒一倒 想一下我一开始说的话 国与国之间 只有永恒的利益 没有永恒的朋友 就这个时候 苏联为什么要帮蒋介石 打小日本 那因为敌人的敌人 就是自己的朋友 当时苏联面对的最大危险是什么 就是德国跟小日本 当时德国已经闪击波兰 打到这个苏联跟德国的边界上 紧接着德国必然会进攻苏联 那么小日本又跟德国是盟友 而且苏联在历史上跟小日本 又打过热战争 就是世仇 那么苏联最大担心的是小日本 从南往北打 怎么着呢 从中国东北一直往北打 往哪打 进攻苏联 苏联也怕呀 谁想负倍受敌呢 那么苏联的这个时候 对付这个局势的方式 就是说最好能让谁 蒋介石能打败小日本 这是最好的 蒋介石打败小日本的话 那苏联起码就是当去对付德国就行了 不用再想着要对付小日本了 哪怕蒋介石打不败小日本 那你蒋介石只要你把小日本拖住 让小日本没有兵力派出来去打苏联 这也是可以的 那么事实上 蒋介石拖住了绝大多数的小日本的兵力 后来小日本呢 准备配合德国进攻苏联呢 只派了一万人去打苏联 结果呢也是惨败 惨败之后呢 小日本就把以前向北进攻苏联的这个方向放弃了 往南打 往哪呢 菲律宾这个方向来打 这就是蒋介石在世界大战中 对付小日本 所给苏联起到的这个作用 所以说呢 苏联就不遗余力的来帮助蒋介石 比如说当时啊 英法的绥靖政策 蒋介石要跟英法贷款 英法不给 要跟英法买武器 文献资料显示的是 37年下的订单 把钱付了39年 这个飞机 蒋介石政府找英国买飞机 39年才把这个飞机给给蒋介石 那么我的分析是什么 这个时候呢 英国自顾不暇 这是一个 再一个的话 德国的陆军在全球是最强硬的 所以说呢 说白了 这个国业国的关系跟人与人的这个人际关系差不多 你看到一个流氓 泼皮无赖 而且呢 他很厉害 大家很厉害 你也不敢招惹他 一样的 你看到这个流氓泼皮在欺负人 你心里面觉得他是个流氓 但是你打不过他 你不想惹事 那么当时的英法 都是这样的想法 所以说呢 苏联帮助蒋介石呢 那是真真实实的帮助 当时蒋介石给苏联的要求是什么 你给我提供150架飞机 不是说总共 而是每个月提供150架飞机 而且你这个是白给我 你不能给我要钱 苏联二话没说 来每个月给你往过来用 三个批次 连续三个月给飞机 那么最终啊 当然不可能老是白给你是吧 人家苏联也要跟德国打仗呢 后来蒋介石说 我没钱跟你买 怎么办 跟苏联买我去 苏联说没事 我给你贷款 总共苏联跟蒋介石贷款 贷了4.5亿个美金 说白了是什么 蒋介石找苏联借钱 又拿苏联的钱去买苏联的武器 那么总计和大概的数字是这样 在抗战期间 苏联给蒋介石提供了1000架飞机 是960架 我印象中 那将近1000架 坦克将近1000辆 具体数字也就是900多 还是1000出头 我记得的就是1000 还有一千架各种自食火炮 那么这个东西啊 全是重武器 全是蒋介石政府当时生产不了的 所以说呢 这个苏联啊 对蒋介石政府 也就是说对我国当时这个 抗战的援助力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呢 在早期蒋介石的部队 比如说整编的36师 87师 88师 这些叫做德谢师 因为德国帮忙给调教出来的部队 用的是德国武器 那么后来没有苏谢师 但是呢 有很多部队装备的是什么 苏联的武器 苏职武器 最后援助蒋介石的是哪方面的呢 那就是美国了 为什么 因为当时小日本啊 他也不知道他哪脑子抽筋了 还是哪根线搭错了 他去进攻美国 进攻美国之后 那美国就不可能再中立了 小尔本偷袭美国珍珠港 打沉了几艘战戒 打死美国兵两万多人 不是两万多 两千多 就在这个偷袭珍珠港的这个过程中 那么当天罗斯福就发动了 对日宣战的这个声明 那么从此以后 既然美国已经对日宣战了 再加上 宋美龄 宋泽文他们家族跟美国的这个关系 那么美国的援助就源源不断的给到蒋介石政府 那么这个时候蒋介石政府 以什么 以美国的援助为主 那么苏联的这个援助基本就停了 为什么 因为当时啊 苏联在国内自古不下 德国鬼子已经打到哪了 打到他的首都了 打到莫斯科了 眼看着首都都要丢了 苏联战士正吃惊 他连自己连枪炮连资金都不够用 因为据当时在 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中国的这个 我党的同志回忆 当时连吃饭都是问题 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 则说苏联就没有这个能力 有心无力 没有办法再援助蒋介石 这是第一 那么所以美国是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强国 有的是钱 那么美国就接棒苏联来援助蒋介石 那么所以说后来 直到国共内战的时候 你看张领福整编74师 清一色美式装备 那么就是美国的武器 包括资金大量的援助了蒋介石 那么等抗战胜利之后 美国呢继续跟蒋介石 以盟友的状态出现 支持蒋介石打内战 这个呢就今天不在咱们的这个 讲述的范围之内 所以呢通过今天的讲述 大家明白了没 我国抗战的时候 那三个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最大呢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